因为平常我们这边发传单的话 我们也是在看路人的一个反应 就是比如说路人比较匆忙 或者是他们就完全不关注 或者有些人比较害怕 他完全不看你 我们也就打不招呼 但一般有一些路人的话 他们比较感兴趣啊 会看啊 会行人啊 我们就会上前主动的去 上去发一些传单 我们就是根据路人的反应 然后我们来去发传单 然后当时的情况就是 这两位夫妇呢 在看我们这边的牌子 我正在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是对我感兴趣的是吧 所以我上前就跟他们 自己新年的问候 然后同时把我手中的传单递向他们 然后其实 这几天我都没有遇到过 这是第一次 这也是可能抗议第一次 我们这么多天以来 42天以来 对对对 然后他直接就说 要garbage 就是直接就说骂我们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 这个骂我们的这个人 他是女士 然后另外那个男士 直接上来 一手 一把就把我手里的 就以后的一叠吧 基本上这么多 全部拿走了 然后他就禁止而走 然后就是走到 出口的时候 我看他直接撕掉了 当时就是一个这么样的情况 撕出反常 必有妖 就是一般来说 按照正常的这种逻辑来说 如果这两个人不是精神状态 有问题的话 那么一定是背后有其他的这种因素 但是我们 鉴于前面的尼克战友 受伤 自从这个点一直在这里抗议 那就有很多人 有人过来跟踪 有人过来拍照 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多的会把这种情况 可能是觉得他背后 有人这个指使有关 而这一点恰恰说明了 战友们站在这儿 是非常有力的发生 这个让他们觉得很难受 让他们觉得很痛 那他就要想出这种烂招 过来这个反应 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 有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在这一场灭共的 包括这个揭露 跟中共有关的走狗的 这样的行动中 那他就是一场战争 在这一场战争里面 随时都有突发的情况 我们要合法合规的保护自己 我们要留下这个相应的证据 来保护我们自己